那么下面再继续讲 接下来咱给大家 说另外一些注意点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多个线程之间 它是共享全局变量的 怎么验证这个知识点 怎么验证这个知识点 我接下来给大家写个程序 vm 我问一问你 全局变量和局变量怎么区分 一个写在函数里边 一个写在外边 如果我想在一个函数里边 想修个全局变量怎么做 必须加格鲁包吗 这是一个问题 必须吗 必须 还是不必须呢 想一想 必须还是不必须呢 不必须吧 看来我让我给你验证一下 想了啥呢 还必须呢 怎么必须的呢 不需要必须 vm 我现在把这个名字给了 把mv06给它改成 改成06 然后改成07 然后我中间给你插一个 验证一下的 vm06 函数里面修改 里面修改全局变量 顶p1 好了 我这个地方呢 我有一个number 我有一个number 等于100 我这个地方有个函数 叫test 这个函数里边想修改它 那么首先要做件什么事 global 你说一下的 然后number 加等于100 或者加等于1 是不是这个哥们是不是都行了吧 看到吗 那么延远之一就是什么呢 我先打印一下number的值 先打印一下number的值 然后我接下来 我再调一下这个探测的函数 请问调完之后按理说再打印 结果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一个是调用这个函数之前的时候 全部变了值 100 接下来我再调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接下来 是不是对他number加等100 是不是接下来怎么着 是不是变成了200了吧 接下来这个哥们是不是看到200 没问题吧 OK 刚刚咱的同学说了 需要加加global 对 这个需要加 我接下来我再来一个 如果 我接下来有个全新变量 比方说什么呢 叫做numbers 它是个列表 1122 它只有两个值 我接下来呢 有个东西叫做test2 这个test2呢 修改 怎么叫修改啊 number 这是第二 append 翻翻 我没有加global 听懂了吗 我没有加 那么接下来试一下的 print numbers 然后YY 系 numbers 接下来还得调用test2 可以吧 能改吧 可以改 但是我用global了吗 没有用 没有用 对啊 其实这个地方你要和谐一点 就是那个可变 是不是还是不可变呀 到底什么时候加global 你记得我这个原则 所谓的定义了一个变量 number或者是number 实际上就是一个变量 number 它指向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里边存在的是100 当我又定义了个变量 叫numbers的时候 这个numbers指向了一个变量 哎 这变大啊 这个numbers numbers指向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里边有什么东西呢 有一个11 12 是不是这样一个列表 什么时候加global 什么时候不加global 同学们确计一点 如果你要是修改的 这里边的数据 不需要加global 前提是能修改的动的话 请问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修改 我numbers指向谁 numbers的appaint 不就像他指向的这里边添加了值吗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没加global 也可以 但是你想修改列表的东西的时候 你appaint的没问题 insert也没问题 remove也行 都行 但是如果你要是在这个函数里边 你想做一些事情 numbers2等于一个东西 或者是numbers2加等于 比方说另外一个列表 比方说加上一个100 加上个200 那这意味着啥呢 这句话意味着啥 这句话意味着 numbers是不是等于一个新的东西 这个新的里边应该有什么呢 就是你原来的列表 1122 然后再加上100200 那么它就会组合成一个新的列表 1122 100 100 然后200 这个新的列表在这里边存在 听懂了吧 接下来你的目的是让它指向他 此时 必挂无意 核心点是什么呢 就是原的 全局变量只要是没有改箭头 就不用加global 全局变量要是改了箭头 就加global 打个比方说吗 numbers.appaint的 是不是numbers指向的里边 是不是添加一个东西 箭头并没变 因此不需要加global 但是我接下来执行 numbers2加等于numbers2这个哥们 意味着什么呢 把你原来numbers2指向的里边的东西拿出来 加上我现在的这个 组合成了一个新的列表 既然是一个新的列表 请问是不是你走个空间重新起来了吧 那么接下来让你的numbers2重新指向这个新的列表的时候 就意味着箭头发生变化 此时碰就死了 听懂了吧 因此最后的一个结论 最后的一个结论 我把这个给大家抹掉 这个箭头我给它画过来 这是百分之百的 一定是这个结论 一定是结论 我把这个结论划得着 不行 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可以 好了 那么最后说一下 在一个函数中 对 去 对 对全局变量进行修改的时候 到底是否需要使用global进行说明 要看 是否对 全局 是否对全局变量的指向进行了修改 指向 进行了修改 进行了修改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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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修改了指向 即让全局变量指向 指向了一个新的地方 那么 必须使用global 如果 如果仅仅仅是修改了指向的空间中的数据 此时不用 必须使用global 能理解 能理解 我在说什么吗 你懂得下 我在说了什么 我在说了什么 我说完了 不知道 想了什么东西 我说了啥呀 一句话 如果你修改全局变量 你是对全局变量的指向改了 比方说全局变量等于一个新的东西 那么这种情况下 百分之百需要加global 听懂了吧 如果你不是修改的箭头 而是修改的箭头指向里面的数据 不用加 就是他点 到底能不能改得动 是不是还要看你指向的数据是可变 是不是还是不可变 哪些是可变 哪些是不可变 数字字符细 原主不可变 其他是不是都是可变 就不做了 好了 咱们呢 刚刚复习 复习完了 对吧 接下来VRM07进去 在07这里边 我要干件什么事情呢 我创建两个子线程 一个子线程对全局变量进行加一 另外一个子线程只负责打印值 我看看你们俩是不是共享 看着啊 if咱们按着这个默认流程来 if下回线下回线内摩下回线下回线 等于这个哥们 然后慢 然后呢掉一个慢函数 然后在这个位置的def 空两个行 再看一个def 比方说test1 这个test1干什么呢 对全局变量修改 那你至少都有全局变量 ok来定一个吧 然后g下回线number 所以变成了101啊 printer 来 in in test1 in test1 g下回线number 等于百分d 等等等等打出来 百分号g下回线number1 没问题吧 接下来再来一个 def def test2 这个是干什么的呢 依然是global i同时我问一个问题啊 我不修改 我今次获取全局变量 需要加吗 不需要吧 我今次获取全局变量 直接不需要加了 g 啊 直接怎么的呢 答应 in test2 g下回线number 等于百分d 打一坨 好了打出来啊 g下回线number 打出来了 接下来 咱们在这个位置定一个慢函数 我在慢函数里边 是不是想方式把创建两个的建成 一个执行test1 一个执行test2 先让test1执行 再让test2执行 没问题吧 怎么想 大体上 大体上怎么想 threading.threading.thread 然后这里边有个target 等于谁啊 test1 写括号吗 千万别写 然后t1等于他 然后yyp 然后接下来t1 t1.start 然后yyp 然后换成2 然后换成2 换成2 好了 对吗 这个换成2 对没问题 这个换成2 好了 接下来 你能保证 他先执行吗 也就是说 你写的这个代码 是有可能 你自己都说不过去的 万一要是他先执行 那肯定是101 如果他先执行 肯定是100 没错吧 那么 当我修改完之后 你再去执行 如果他打印101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 到底是 你修改了生效 还是没生效 没错 所以说咱们先保证 怎么着呢 先改再看 这个事是不是就解了吧 好了 同学们 我怎么先改再看 我先让谁先执行 我是不是应该先让这些哥们执行 是吧 我先让这些哥们执行 我怎么办 Time Time 点Sleep 请问我言识个一秒钟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一秒钟能否把这些代码执行 你可别觉得 东哥一秒钟是不是太短 一秒钟已经足够了 如果你真的觉得太短 你给他整成100秒吧 是吧 可以 好 那么 一步的什么 先去把这个值加一 没问题吧 接下来 我是不是再去让另外一个线程到这里边去把这个值给他打印出来 没问题吧 好了 当你在两个所有的线程都做完了之后 就个例子 我再延迟一秒钟 我再延迟一秒钟 我再看一下我的全局的边 全局的这个主线程里边的东西 来 print 印 印 my thread 然后 g下温限number 等于百分d 百分g下温限number 请问 主线程是不是执行这里 这个这里边的代码了吧 子线程一干这个 子线程二在干这个 子线程干这个 没问题吧 先让子线程一执行 让他加一 再让子线程二 先执行 子线程二 如果打印出来的结果是100 说明什么 不共享 如果子线程二打印出来的结果是101 是不是印证了共享 没问题吧 我先让你去改 我在打印我的值 如果你改完之后 我打印我的值变了 请问是不是去共享 来 验这个问题 都是什么 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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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入模块都没有写 是吧 importer threading ing 我新买了一栋房子 我还没结婚 对吧 假如说我还没结婚 我买新买了一栋房子 请问这个房子就是一个家 这个家里边是不是只有你自己了吧 你想干什么 你想吃饭 你还是你想去卫生间 你还是想去水饱 你爱怎么怎么的 就只有你自己 但是你现在想干什么呢 你想一边抱着水饺 你还想一边看着电视 你还想一边炒着排骨 你想这么多 请问自己一个人 如果是单任务的话 就是我看一会电视 我去炒一会排骨 我再去做一会菜 可以吧 这是单任务 做任务是怎么的 后来发现了一个人维持这个家太难了 找一个老伴 是吧 又找了另外一半 结了婚 请问结了婚之后 是不是相当于又有了另一个县城 请问现在是不是相当于两个县城了吧 两个县城 有一些东西一定是自己独立的 比如说你的性格 你的信息 你脑子里边装的东西 都是你自己都有的 没错吧 我是和我媳妇结了婚了 我们是一个家庭 但是他想的东西我不知道 我想的东西他也不知道 但是有些东西是共用的 请问什么呀 请问你的家里边资源是不是共用啊 卫生间是不是共用 是吧 厨房共用 是吧 很多东西 客厅沙发电视机 电话机 什么东西 是不是都是共用的吧 因此一句话 如果你做了一个多县城的多任务的程序 那么紫线城这个和紫线城这个 不是说的更直白地讲 不是一个函数吗 那么紫线城和紫线城之间 共享全局变量 听懂我说什么了吧 就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大家懂吗 两分钟理解一下 我刚刚验证的 共享全局变量这个问题 开始两分钟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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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